大家好,我叫刘大胜 首先感谢各位观众刚观看我的视频 我看评论有几位观众在下面留言 说什么推定啊怎么样 我告诉大家最近一个月内 大概有1100个人推定了 当然我想对那些推定的观众讲 你们推定是你的自由 为什么 当然我讲不讲那是我的自由 你想推定那就退 你想关注那就关注 本来就是这样 因为你如果只想听到你想听的东西 那么你永远不可能进步 永远不可能 如果你就像我 就像我 我跟大家讲我上网 比如说我跟你想的这种不一样 我上网 我听了都是听不一样的视频 你像有许多人的视频 江峰啊文昭啊 包括我看看标题 就听个一两分钟 我就大概懂了 为什么 他们想讲什么我都懂 我还有必要再去浪费时间吗 你想想 像什么你大鱼啊 包括许多许多他们的都是那种 一个套路 都是一个套路 就把一件事情重复一下说 没必要再在那个 就是说浪费太多的时间 因为我也知道他们怎么想 那我怎么办 我就会听一些 比如说英文的 或者说一些生活类的 或者 最近我还在 以前我关注的是露营嘛 最近我还在关注 叫做iPhone 12 Pro Max 他呢 不是刚刚出来吗 他准备搞了什么防抖啊 我正在研究 我说那可不可以啊 最近我研究到那个电子产品 包括苹果电脑啊 苹果电脑不是出了一个像M1吗 然后 就是基本上我最近研究这个电子产品 我这一看 出大事了 科技圈出大事了 我不是吹的 这回苹果发布的M1 大事 所以我关心的许多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包括政治啊 政治上你不要认为我只看那些反共的啊 我看亲共的 台湾有那个台独的 还有统派的 我也会偶尔听一听 为什么 多听不一样的声音 多听不一样的声音啊 多听不一样的声音会帮助你成长 明白 帮助你成长 当然有些人可能不具备这种思维 有一天就跟那个股市的呢 对对对 还有炒股的 美国股市 我那一看分析 有的人说他涨 有的人说他跌 所以呢 我就会两边都听 我不是说心内心想的 哎去涨涨涨 我就听那个 我就听那个涨了 那完了 那完了 那你那你对这个 你的世界啊 你看这个视频啊 没有必要看啊 真的 因为你只想看到 你认同的想法 那你看他干嘛呢 你不用看你也认同啊 本来就是你的想法 当然达到这个水平 那就 很少有人啊 很少有人达到了 很少 这个世界呢 他有许多东西啊 就你一眼一看 他就能看明白 有的人 但有的人呢 他这辈子 他也不会明白 或者说明白了 可能时间一长 也就没用了 明白了 因为如果你时间很长 才明白 那没有意义 你必须要在当下 哎 大概其实就能明白了 这个很重要 就跟大逃港人了 一九七几年逃 不不不 一九六几年 一九七几年 逃港 那还行 你一九九几年 或者你现在 你说你逃港 那还逃个屁啊 香港都能先了 时机很重要 你如果在你 我这么说吧 如果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许多的问题 他没有想懂 人生啊 活着为了什么啊 就这些基本呢 他没想明白 他这辈子也不会想明白 你就像这一回吧 这个 政治啊 你看这个政治 就美国 我们讲政治倾向啊 你看海外啊 2020年 共产党上台的时候 习近平上台 有许多人海外的 后称的那些 怎么觉醒的那些人 就说哎呀 叫习近平上台以后 很快 他会先集权 然后放权 他先反腐集权 然后放权吧 搞民主 你看看 判断失误的 还有好多人呢 后来到2017年左右吧 郭文贵 对不对 当时我已经翻墙了 我2016年就翻墙了 我大概是2017年 郭文贵 这是什么人吗 不管你是 你懂的 就各种人 你看他们 这一两年 两三年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明白 我为什么 我真的 我两天 我一看就看明白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直觉 这个判断能力 是不是天生了 但是很奇怪 非常奇怪 等到这一回美国大选 他也是这样 许多人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这很正常 因为本身 他的中国人的判断能力 他就是不行 本来第三次界 全部都是垃圾 本来就是 两个人说 大选那你是不是 我也是 第三次界 全部都是垃圾 没有任何一个人 就是说因为 是那种垃圾 他就创造了 他们的那个社会 就是周而复始 他这种循环 周而复始 那没办法 他就这么发展了 如果没有欧洲人 没有那个工业革命 没有文艺复兴 没有美国 那那些第三次界 还活在愚昧之中 他们跟个动物 没什么区别 本质上 哪怕是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都来自于欧洲 跟你在第三次界 关系确实不大 确实不大 所以说第三次界 它是很可悲的 你要让这个第三次界的人 他就理解现代文明 现代政治 是很困难的 没有办法 你的爸爸就没理解 你的爷爷也没有 你的曾祖父 你的祖祖祖祖祖祖辈辈都没有理解 就是说到你这一代突然要你理解 本质上都是 真的很困难 很困难 我就不明白 真的我一看这个 我一看我就看懂了 但有的人他这个思维就没懂 好吧 我不想再说了 你自己体会吧 包括美国两党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 你看民主党骂共和党 共和党骂民主党 我们就看 然后有人就开始站队 站在这 或者站在这 都扯淡了 民主党跟共和党本质上就是左右手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党 但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不可能的吧怎么样 本质上它是一个党 明白 轮流坐庄 轮流 这个是哪 这个是哪 自己慢慢体会 人类的这个 就是你一旦看明白了 哎 也就那么回事 也就懂了 也就懂他这个怎么运行的呢 那有的人呢 他就不懂 就是实际上上层 他在利用这些政治观点 政治倾向去风化你的小老百姓 你这奴隶们呢 你天天斗啊斗啊 实际上到民主党共和党上层 合作关系 都是合作关系 他们是一个党 慢慢体会啊 慢慢体会 你们那些推定的人 可能你们这辈子都不会 理解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